羊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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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百姓餐桌上的传统食材 新春佳节至今 除此给大家分享一道羊蝎子麻辣火锅 希望大家喜欢 将辣椒放入锅中煮五分钟后 用刀剁成十八海椒备用 将备好的香料泡水备用 羊蝎子入锅中穿去水水 热锅下炙好的香油滑锅 下皮线豆瓣 十八海椒烤出红油 烤干水汽 中途口放入少许冰糖 小椒 炒水 丸大蒜 炒饭 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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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泡過的辛香料 繼續翻炒出味 再加入少許泡漿 泡椒 等水氣差不多炒乾時 加入花椒 繼續翻炒3-5分鐘 將炒好的底料 倒入高壓鍋內 再將背後的洋蝦子 倒入高壓鍋 加水製淹沒 洋蝦子 大火壓制12分鐘 火鍋盆中加入少許鹽 味精 雞精 胡椒粉 蔥段 蔥緊 白蘿蔔 滾刀切塊 白水煮至熟軟 將煮熟的白蘿蔔倒入火鍋盆中 將洋蝦子撒出 倒入火鍋盆中 再加入圓湯 撒上少許香菜葉 這盆麻辣鮮香的洋蝦子火鍋就做成了 洋蝦子營養滋薄 無論藍芋鬧燒 都是很重要的進步食材 正值心存佳節 一家人人圍坐一起 吃上一鍋 熱氣騰騰的火鍋也是件沒事 小夥伴們快去試試吧 如對視頻中說到的香料配方 和至香油方法 感興趣 歡迎私信廚子 免費所取 廚子說菜 一個分享美食 與做菜心得的地方 更多更好建議 歡迎視頻下方留言交流 您的關注是廚子創作的動力 我是廚子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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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